各位網友早晨,我是吳仔 早晨,我是hae 我們hae5 晨早新聞報寸 請大家給個like 支持我們去廣播 今天天氣如何呢 來到4月11日星期二 今天大致多雲 朝早原岸有薄霧 夜間短暫時間有陽光 最高氣溫約26度 吹和換偏東風 最高治療線指數大概7 強度屬於高 是,嘩,昨天的新聞真是搞笑的 真是搞笑的 有人假裝復活套 就說在街上追殺菲傭 是的,講見的 將軍奧 有個怪的男人穿兇手道袍 然後頭戴兔子耳 報紙有些人說他假裝復活套 這件事稍後再說 有件事稍後再說 有件事稍後搞笑的 打劫豆豉鯪魚 為甚麼好打劫呢 罐頭48罐 48罐豆豉鯪魚 不是簡單 另外有一件事 是老公出手 老婆出刀 兩個人都被拘捕 有一件事 不知道有沒有天眼看到甚麼事 前警務署副署長 車禍 整輛車就翻了 小心線胎 這麼嚴重 為甚麼會炒到這樣 另外看到相片很有趣 在去年的潑水節 2015年 警察被人兜桶水淋在頭上 拍下了 他們在研究 在網上昨天說過 那年輕人被警察拘捕 他的胸口 然後說 早幾年都不是拘捕 他們在研究 又說那年輕人 又說創傷後遺症 又曾遇過又曾遇過 但這個我個人感覺就是 你平時看到那些肥子 搞搞搞震 你也是甚麼 你一有立場之後 你想的事 我覺得也不太中立 那當然 以前是這樣的 一個人和一個人 對不對 大家都學生 有些人說髒話 有些人不說髒話 你別說學生以前是甚麼 這些社會紛爭 我們說說新聞好過 詳細新聞內容 復活節 長假尾聲 四十萬港人回來香港 多個關口被迫爆 排長龍 又很誇張 你看到羅湖城的位置 迫出了 哇 你想想其實你在那個關口進去 如果迫爆牌也有牌牌牌 牌到出去羅湖城 樓梯下去 還要繼續打蛇餅 你想想很可怕 四十萬人 臨急抱佛腳 走過來回香港通關 放原價 回港大軍開始行動 人次都相當高 只是羅湖都說九萬九 洛馬州是七萬 外地回港四萬三 全日入境四十七萬二千 哇 估計高峰期各樣有五十一點九萬人次 五十二萬 大概是五十二萬 很誇張 復活節重駕 羅湖迫爆 有家庭 臨過關前 不要過了 太多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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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了 我很少過關看到這麼多人 我也很少 哇 拍攝完後簡直是恐怖 三十分鐘這麼快 效率又挺高 半個小時就可以了 這個人流你試試在機場 有時間去搞 要賺一賺關員 這麼久沒有開工 有這麼突如其來的 嘩 塞了過來 那些關員也能做到事 當然 醫道那些也能幫到不少 是不是 分開就不覺得多人 沒有想過集中今天回去 竟然這麼多 個個都是這樣 最後一天 個個都是這樣 人性 這些是人性 說一下傻瓜 這個復活節 有人扮復活套 這件事是白癡的 但是那把刀 去紙客女傭 反恐突勤隊 出動緝空 被拘捕了 扮又不扮得漂亮 你看外國那些變態兔子 整個頭套下去 他不是的 隨便拿一個 好像年輕人做的聖誕帽 弄了兩隻耳朵在頭上 不知道為何會出 昨天早上10點 將軍澳廣明院 一名菲律賓籍女傭 出去 在屋苑附近 遇到一個年約二十多歲 穿著一件白色空手道袍 還很好笑的 我看到那條帶是白帶 即是最差的 頭上有一雙兔子耳 男子手持一把三十厘米長的刀 衝過來 舉刀指嚇她的女傭 她的女傭 害怕 她無緣無故就劈我 警方當然是接報 出動衝鋒隊 反恐特勤隊 在附近兜 拿盾牌 女傭很害怕 帶上警車問問 追緝持刀男的下落 她的男人年約二十至三十歲 身高1.6米 黑色短髮 當時說那個男人情緒不穩 雙眼通紅 而亦說沒有過節 沒有過節 即是說不懂的 是隨機 這樣而已 我看這份報紙 她說還沒有捉到人 但我看另一份報紙 我看到有捉到那個男人的警察 就是 對了 跟大家再跟進一下 這個人最後被捕了 消息被捕了 她在一公里外的唐進街 二十一號的海編會對開 找回這個扮復活套的 二十六歲姓飯的涉案男子 身上發現那把刀 是紙製的 哦 用紙刀來指嚇人 紙製刀一樣拉來 涉嫌藏有攻擊性武器 將她被捕 也將她送到將軍好醫院檢查 調查她持刀的原因 原來說這個男人近年患有抑鬱症 是定期覆診的 這樣的造型 你說兇手道袍 我覺得不像 我那次是披麻大校那件事 是啊 那件事有薄的嗎 是粒上面的嗎 我不知道可能裡面是兇手道袍 外面是扮喪事的那些 但這件事完全是古靈精怪 為什麼這麼神經病 很難說 香港受了壓力等等 另外一件事又是奇聞 南策闖入上水超市 納了48罐豆豉鯪魚 和店員四目交頭拿一把刀出來 看什麼看 射擊你 闖超市 搶48罐豆豉鯪魚 很重的 這裡有幾斤 這裡有幾斤 慘了 幫他賣廣告 48罐珠江橋排豆豉鯪魚 帶無L樣地走出離開店 店員起疑看著他 也不是可疑的 上手掃看你怎樣 我現在看著你 I watching you Look at my eyes 可疑男子和他四目交頭 突然拿出不計刀 店員見狀不敢輕舉妄動 幸好沒有舉手投降 男子離開後就報警 警方到場搜索 找不到 拿著這麼重的東西 這麼大個袋應該很容易追蹤 這麼多天眼 天有眼 經點算後 都不見了1800元 追緝黑色封衣 藍色長褲 背紅色背囊 戴口罩的男子歸岸 是不是窮得這麼淒涼 這是鬥事糧魚搶劫事件 上水 什麼人都有 古靈精怪 可能精神有些問題也未能頂 否則 為何不搶搶這些無益的東西 也不是貴的東西 窮得連鬥事糧魚也吃不起 很快便沒有飯吃 對不對 不如馬上站在門口 讓警察抓回去 可能有一頓飯吃也未能頂 有些古靈精怪的那些人 唉 香港如果你看報紙 我看了三份 治安就不太好 又搶劫又斬人 在元朗酒吧 一群人斬一個男人 動機要追查 看看有什麼事 剛剛凌晨六點 十幾個大漢 闖入教育路 一間酒吧 說了不說 對著男酒客就剃了 剃了 剃了一個無力招架 斬雙頸和背部 用什麼斬死 頸也斬到 兇徒得請後奪門而逃 有私家車接應他們 他說十幾個 但是 那幾部車 事主送去醫院 救護車送去救救 事件 起因有待調查 治安又不好 無端端衝一群人進來 斬斬斬斬斬斬斬 這件又是 雙艾又不好口 荃灣咸田村夫婦 就吵架 初次口角 雖然動武 還動刀 丈夫動手 妻子出刀 兩敗俱傷 又同被捕 你不要懶惰他 年紀很大 49歲 和45歲 加起來差不多百歲 昨天晚上11點左右 在定峰街 咸田村 這對夫婦因為感情和生活問題 爆發爭執 期間男人動手打他的臉 老婆 你打我 拿一把刀出來 斬斬了老公的胸 嘩 那女人施襲過後 很嚴重 自己報警 夫婦二人事後送去人仔醫院治理 情況穩定 老婆涉嫌傷人被捕 老公涉嫌普通襲擊罪 雙雙被扣 交由荃灣警區刑事調查隊跟進 需要動手動腳 喜歡一起不喜歡就走開 走開不是叫你分開 走開轉頭就沒事了 轉頭也有事了 三天都是這樣 慢慢研究一下 每次都要吵架 就是分開 但是有些錢的就先談好 不要每次都說合約精神 法律說什麼 你現在怎樣怎樣 總之這些展不斷你還亂 年輕的時候 你看清楚那個 是不是你的終生伴侶 誰都不可以動手 無所謂 玩啊 玩啊 不是打啊 在一個調情之下 那些叫打情罵兆 不是出手彈的 要不然真的很嚴重 另外又說 這些治安為什麼 沙田渣天山花園連環爆洩 連環爆洩 納走手錶叫爛甲慢 這些是高尚住宅 在這個惠和路渣天山花園 家裡一片混亂 昨晚十點 賊人入屋爆隔 報警 不見了兩隻錶 總值兩萬 翻查屋院的天眼 不排除賊人 是經由山坡攀月圍牆進入屋院犯案 經了一番搜查之後 還沒有發現 還沒有抓到人 又不簡單 這些偷東西 另外黃大仙 這個叫惠豪山 對 單位是預竊 他說失了18萬 首飾現金 女賊 嘩 很少聽 女黑合木蘭花 女賊入屋 33歲 昨晚7點 有個30歲的男人在黃大仙蒲江村道 匯豪山獄所裡 又是一片混亂 昨天爆隔天 然後拆入屋 然後報警 警察到場了解 初步怎麼辦 沒有了7萬3千元現金 和一批11萬的首飾 人員經過調查之後 在長沙灣 以涉嫌盜竊 拘捕一個33歲的女子 她被扣留調查 女賊 很少聽 通常男人挺而走險 又爬 爬槍 又撞爆別人的門鎖 女賊 我說了三年新聞 我第一次報 可能你覺得沒什麼 但我真的第一次報 我覺得挺得意 好了 再說 你以為那些男人進來混毒 進來香港 吹水不抹嘴 非洲來香港的婦人 就說 你住哪間酒店 他說 周星星大酒店 他說為何這麼說 周星星大酒店 他說這是不存在的酒店 不存在的 勵精賓館 勵精大酒店 勵精是有的 二個所知 可能隨便說了個名字 古靈精怪 放在那裡 然後 肚子痛了 沒多久 體內藏獨 九十萬可卡因 都出來了 35歲非洲女子 機場入境過關 報稱入住一間 香港不存在的酒店 而在海關人員起疑 不是很簡單問一句 Where you live 他就說 Horland Hotel Horland Hotel Horland Hotel 有可疑 問了幾次也 Horland Hotel 就拘捕他 發現他體內藏獨 最少一公斤 懷疑可卡因 市值九十萬 這些真是 穿一包就沒命 找命搏 外地人 他報稱是資訊科技經理 在肯尼亞內羅比出發 經埃塞瓦比亞 再飛香港 去非洲運營入境 他說 除了有不存在的酒店 和在港逗留日數不符 所以說你們這些傢伙 做戲不是做全套 上次有人也是 又是進來 又是看內藏獨 還是什麼 問他住在哪裡 簡直是沒有 簡直是不知道 知道不已對 你們這些傢伙 所以有人在喜劇之王 後面那裡 我是外賣仔 加一條腸多少錢 真是問你的 你們這些東西不行 就因為你們這些戲太糞 跟張柏芝說的 沒辦法 他們不懂廣東話 懂就糟糕了 經常抓來抓去都是這些 在非洲那邊 在環地區沒有這些 為什麼 有看周星馳 這樣也有得說 另外再說一下 屯門私樓 私樓變成毒品加工場 還叫私樓 海關拘捕黑社會背景的男人 檢獲210萬毒品 鎖定他 這個目標男人 手持紙袋裡面 有450克懷疑可卡恩 霹靂那種 其後 將他押回屋苑的單位 發現裡面有1.1公斤 可卡恩 還有700克懷疑可卡恩 加個霹靂有什麼厲害的呢 下面有些網友可以告訴我 我真的不懂 可卡恩和霹靂可卡恩有什麼分別 一批毒品製造和包裝工具 市值210萬 男人有和性和背景 主要負責加工毒品 這個單位租了一年 面積370呎 這些最高罰款500萬和終身監禁 設物以身示法 看看 真可憐 有個司機 有個司機 的士司機 排隊上客的時候 等客人暈倒了 送院證實死亡 在昨天凌晨5時 警方接獲機場職員報案 機場沒什麼壓力 風涼水冷等 排隊走的 人家走他不走 後面撥他 然後上去看 暈倒了 報警 一報警來到 送他去北大嶼山醫院 證實死亡 死者有什麼事 不知道 不要亂想 不關事 很難說 生死有命 富貴猶天 心機梗塞也可以 很多原因 很多都市病 你聽得多健康資訊 你就知道 當然那些關不關事 不是我所說的 留下也未必會說的 另外再說 除了小心地劃之外 還要小心線態 在火炭 火炭有兩個車箱撞 私家車反轉 司機是警務處前副署長 馮少元 有些很多人關注 有些新聞 有些同一單新聞 沒有人理會 因為這個警務處副署長 他不太熟悉面 72歲 因為他可能退休的時候 香港還是沒什麼 其實你所謂這些官 你不認識他 就代表香港真的沒什麼搞 如果你說那些 現在特首都不是經常出來的 以前林鄭月娥經常出來的時候 香港就納納亂 林鄭月娥也說 你們也不想見到我 每次見到他也很嚴重 你這個前副署長馮少元 我根本對他完全沒有印象 可能他退休的時候 香港還是很太平 他72歲 車禍之後 他和他老婆被困車內 幸好自己脫身 受輕傷 車反到這樣 據了解當時 白色私家車看錯燈 一旦就被灰色私家車 灰色私家車 這輛車也挺硬 但看起來也不像是特別貴的車 但保護得不錯 說一下警務處副署長馮少元 1972年入警隊 2008年退休 2008年退休 你當然不認識他 特首是誰你也要想 對嗎 沒有 當社會沒有什麼事搞的時候 這些官對你來說不是名人 你不應該認識他 你當港豬的時候 香港是非常平穩 我突然看新聞 突然追新聞 追上來 香港很嚴重 多事情看 這個警察 他說什麼 曾擔任刑事職務工作18年 退休前夕在2007年11月接受警星的訪問 表示副署長 職位代表其事業的頂峰 他知道自己每一個決定對警隊和個人 各個別人員都有影響 所以在任藥五年期間 一直戰戰兢兢地工作 希望可以為警隊和人員 謀取福利 是的 他當時也沒有什麼麻煩 現在的警察多方向很多 你說又要 又有些國安法 又怕別人搞這樣搞那樣 你跑去淋水那裡 都被人在網上說一下 我們看到一張照片 潑水節 2015年那張照片 那張照片 嘩 一下子潑下去 但是老實說 又好像 我感覺上好像不太好 因為周身都是工具 不知道有沒有槍 有沒有Walky那些 那都沒有 但是如果你在節日上 不停說 不准臨警察 你不停說不准不准 那些人又有這個想法 其實現在只有小孩子才敢這樣 但是小孩子說 讓警察這樣 指著什麼 不是 有些小孩子追著來玩 是很難說的 總之如果你有立場 你就看不到那件事 你沒有立場 你隨便好一句 如果我是那個警察 我就罵他 如果我是那個警察 我就沒事了 你有你的看法 他有他的看法 但如果你有立場 你就覺得警察不對 對不對 其實很閒而已 現在我覺得沒有被人拘捕 沒有被人拘捕 但是拍到一些畫面 就不太好看 這些也不算是什麼 如果你剛才說過 副署長08年退休 想說到沒什麼 這件事 對比在幾年前 你說什麼警民衝突 我又不覺得是什麼 一回事 不過在網上很多人 說一下 有你們說一下 三天內都不記得 三天內 我說多了 我已經說多了一天 好了 接著說這個 企嶺下身為村 村長 很可憐 幫租客裝熱水爐 掉死了 村民站這個村長很友善 他不跟別人說錢 很可憐 你說九十多歲的媽媽 在家裡不知道兒子死了 七十一歲 村長的媽媽九十多歲 村長叫何連生 就是西貢企嶺下身為村長 說一下昨天 因為他幫租客裝熱水爐 意外 從座次上 扇腳跌下來 後腦落地 送院搶救無效 正式死亡 有企嶺下身為村 街坊表示 村長是村的原居民 他生前為人友善 平日村民如果有水電工程 需要協助 村民有什麼水電工程 村長也是不跟別人說錢 自己下手下腳做的 街坊又說 他家裡媽媽九十幾歲 應該也不知道兒子出事了 訪問的時候也不知道 現在應該知道 賣了新聞 知道無端端更慘 兒子還要好人 還要村長這麼威風 真可憐 真可憐 無可理陀佛 所以 也要小心 你經常做的事情 你沒有了警戒心 尤其是爬上爬下的 尤其是爬上爬下的 尤其是 我很怕死 我對著這些 就是爬梯 我們以前 小孩什麼工作都做過 在維園搭台搭牆 我們也做過 人家叫我爬梯 我是很特別害怕 其實老實說 我連sir說梯我也害怕 有些人說沒用的 有用 有用有什麼用 我認識一個很不怕爬梯 兩個人 一個是做搭棚 一個是搭到很高 然後在胸中咬著口釘 好像大地在我腳下 一種自信的眼神 只是問題 當然 他不怕高 就是他老天爺想飯吃 但你反過來的角度想 這些事情就是別人不敢做 你去做 有危險就是你發生 有時候有些東西厲害 有些東西厲害 是發明新的科技 令人什麼什麼 就說 有些東西不怕 其實有些東西 根本上可以拿工具去代勞 所以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崗位 村長 我覺得 是輕視了 始終七十幾歲 沒有的 有些藝人七十幾歲 好像譚慶麟 阿B 都好像很年輕 在感覺上 一線腳都是大吉利是 阿B哥哥早前才摸到要拿拐掌 所以 不要當沒事 很多苦 我看很多老人家 都是當沒事 然後出事 我阿爺再生 那時候 覺得沒事 拿著兩大包送 我94 還是90幾歲 然後 跌斷了腳 他那時候覺得沒事 踩一顆石仔搞定他 他根本那時候 都不應該做那些事情 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 命都沒有了 很可憐 但有些人熱心 助人 一輩子都親力親為 阿 就是 南無阿彌陀佛 希望他來生 繼續做個好人 這個 意外 大家都不想 另外聽到 如果播錯國哥 冰球領隊檢查 揭大會沒有交收USB 擅自下載 及時有糾正 就是說 我已經交了USB 是他自己在網上下載 哦 這樣 有件這樣的事嗎 波哥負責人更在網上擅自下載 反修例歌曲 完榮光 差點播出街 險捨出錯 是的 又是有這些風波 但這些風波已經沒有什麼人說 太多次了 是啊 因為那個運動 比較少人關注 大家也可以看看香港 支持一下他們 因為好像冰球隊剛剛贏了 剛剛贏了 剛剛贏了國際賽 好 另外說一下交通意外 刺馬根去吐露港 有人放釘嗎 吐露港公路 鐵釘散滿地 多車重複連環爆梯 應該有人做吧 今早7點 吐露港公路 往沙田方向 近天賦海灣對開 多輛圓萬線和中線行駛的車一起爆梯 有司機其後發現路上懷疑有一堆鐵釘 報警求助 執法人員到場了解 在路上找到一包鐵釘 初步不排除鐵釘 由經車輛跌出來 相信並非有人故意為下 你怎麼知道 他相信而已 我不是很容易相信 他說有人的車輛經過 然後丟一包鐵釘出來 他說他不是故意的 並非有人故意 為什麼你覺得會有東西跌出來 你開車的時候 有時候應該是槍關起來 就算不關起來 有個槍 鐵釘為什麼會這樣擺在槍邊 為什麼你這樣想 很奇怪 又或者 有網友說 哎呀不要讀爆了 引蛇出洞 快點拘捕 那些不法之徒 阻礙地球轉 很大罪 一連七日打擊交通違規 有七個人醉酒駕駛 所以晚上出街 有很多公路炸彈 小心 藍田私家車 撞爛脫 四人受傷 送軟 這些交通意外 很多 另外看到 車鏡拍光的Tesla司機 十五秒內 連犯三宗罪 咳傷白線 無故急停 和不依止事 右轉 網民說快報警 拍光車牌拍光 不要放過這些嗨嗨 這樣說 一定 你上網 有了車牌 阿sir都會做事 不做都會找些事情做一下 另外在旺角 情困的男子 跳樓 送軟不治 有片看 簡直看著他們一整個跌下來 在東方新聞可以看到 這個新聞 尼敦道近拔街的大廈 跳下來 行人隧道旁 然後人們看著 嘩 已經有一個人在 年輕人 二十五歲 姓劉 現場有遺書 相信在上面跳下來 死因要驗屍後確定 事主受感情問題困擾 不排除為此而興生 哎呀 女死女還在 或者是兒子 子女也好 別人不喜歡 或者求不得 這就是人生八苦 求不得 或者愛別離 你知道 你本身為何會不開心 我當然不開心 不是 不是因為你不開心 因為你是人 因為你有那個人本身 那八個苦 你脫離了人 那個情感 你放棄了我執 你不執著世界 再分離我他 大家都同一看的時候 你完全沒有痛苦 在那些生離死別 大家遲早都一樣 有些事情 不知道大家明白不明白 我遲些說佛禪 不再說多些 今天時間來到這裡 下次再談 拜拜